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不少家庭都购置了小汽车 而现在汽车市场的竞争也是日益增加 在汽车不断更新的过程中 轿车逐渐被淘汰 现在蜂蜜市场的车型则是SUV 在去年的销量中 SUV就占据了一半多的市场 并且有望持续增加 那么对普通家庭来说 买SUV意味着什么 SUV的优点和缺点大分析 SUV可谓是完美的将轿车和越野车的优点 集中在一起 并且SUV有着比轿车更优秀的性能 外观也更加时尚 光受都市年轻人的青睐 SUV的外观造型都普遍 偏向于运动风 并且很好地迎合了广大年轻消费者的审美 不同于轿车老派沉稳的风格 SUV更加年轻时尚 并且SUV在空间动力上 也有着显著的优点 不但适合作为都市年轻人的代步工具 更在假期外出旅游时也是十分方便 并且随着七座SUV的推出 SUV更加广泛地用油外出 以及作为商务车等 由于普遍SUV的底盘都比以前的轿车高 所以SUV在崎岖的道路上行驶也具有优势 并且由于底盘高 所以视野也有所扩展 在驾驶途中能观察到的情况更多 增加了安全性 SUV的轮胎也是一个优势 由于SUV的轮胎更大 所以增加了驾驶途中的舒适度 但是似乎一直以来我们都说SUV的优点 那么SUV有没有缺点呢 首先由于SUV有着越野车的车型 所以车重是一大缺点 相比于小轿车来说 没有轻盈之感 比较厚重 并且由于SUV独特的造型设计 导致SUV的风阻更大 这是由于小轿车的车顶 都是较为流畅的设计 而SUV则不完全是 同时SUV的某些优点也潜藏着缺点 比如高底盘 在急转弯时更容易发生侧翻等意外 其次就是SUV的大轮胎 在增加舒适度的同时 也增加了噪音 总的来说 车车和SUV有利有利 各有前修 但很显然SUV更加符合 现代年轻人的欣赏